然後我就開車回家 然後就有一個女生就是站在路邊 招下來 然後她說 不好意思你可以載我一程嗎 然後她就坐上去 然後她就開開開開 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妳自己是這種敏感的體質 我算是有一點 比較印象深刻 我在大學的時候啊 那時候也是蠻晚的 因為我們在那種大四 要做專注 然後我就開車回家 然後開開開 已經快到我家了 然後我家後面有一個 那個合體 然後就有一個女生就是站在路邊 然後她就一直 她就一直這樣 就是有點這樣 我就照起來 然後我就打開 我說 啊怎麼了 然後因為我覺得那時候 你一個人在那邊 我是覺得蠻危險的啦 對對對 她說 不好意思你可以載我一程嗎 你可以載我嗎 我說 啊當然好啊 不然現在我也不可能不答應啦 因為旁邊都沒有 就是因為你那邊 你也怕危險 對我是怕危險 然後她就坐上去了 然後後來我就開開開 我說 啊你還沒有告訴我 你要去哪裡 我說沒關係等一下就到了 然後等一下哪裡 我就心裡就很多OS 說什麼叫等一下就會到了 我就開開開 你說什麼都還沒見 然後當天晚上 我就摸到她了 她給了我一組號碼 然後我媽就真的有拿去對獎 權重 我記得好像五六千塊 那妳算是有好心有好嗎 對啊 我覺得這個還蠻讓我 很溫馨的 很溫馨耶 我覺得很溫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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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們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